嗨 我是維尼 那我們今天來分享的就是 我剛剛主玩的 畫面上這一隻 也就是我們之前有拍開箱的 這一次劇場版單曲 的限定自由 那我只能說 他用這個配色我大概可以理解 假如大家去看那個 西川最貴教那個 MV的話 他確實一開始是有用 深海的意義 就是深海的畫面 來做一個影域 所以感覺他就是用 這個顏色來做彩透版的配色 我好像可以理解 那大家 那大家看到畫面上的部分 是我已經將 其實等一下板件在旁邊 我一直以為那個是水貼 可是好像不是 他是膠貼 就是因為他 我是覺得 還好啦 就我已經盡量貼啦 對 我本來以為是水貼的東西 結果是膠貼 那 我已經盡量 照他上面的指示去貼好啦 對 那其實基本上 翅膀的部分 我是覺得他這邊腳在 唉呀 晃到 這邊再多加一條的話 應該會更棒 嘿 對 那基本上大家看到的就是他的樣貌 對 然後我只能說 嗯 就是自由咩 然後就改設啊 其實這個我簡單講 呃 大家假 知道之前 萬代其實有一年他為了那個 日本 算是那個他們的那個足球聯盟吧 街聯盟之類的 他們就有出過 呃 像人天使啊 自由啊 獵魔 雜七雜八的一堆 針對他們的球隊那種配色 其實內飾的自由以前就有出過一次 只是不是這個顏色 是別的啦 欸 可是那個顏色好像比這個更 更深難一點 對 對 那他這次是搭配我們那個劇場版 沒錯 就是我們明天要上映的劇場版 那台灣部分 呵 日本早就上 好啦 這是題外話 那基本上呢 大家看到他的部分 基本上跟我們之前這隻獵魔一樣 他都拿基本的那個去 改設 所以基本上呢 呃 本身模型存帶的一些問題 當然還是會有啦 並不是說他因為改設的關係 他就整個 整版模都用心的 沒有 不過基本上 假如比起獵魔來說 獵魔這個晃了 那個你看 晃晃 自有自找 他因為他是基本骨架的 就是 傳統的鋼彈體型 所以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那唯一有問題 我之後要補牆的話 應該是熟 熟的部分 這真的是有點 我就覺得有點鬆過頭 對 這個是我在 要不然其他基本上這還好 然後大家看這個樣子 嗯 他這種 類似不對稱的貼紙 這種 膠貼去做的那種感覺 這個線條 我是覺得可以 當然每個人要看 對這個顏色的自由 是不是可以接受啦 當然也有人說 可能會覺得 有點醜 但是 呃 我自己喜歡就好啦 對啊 畢竟 我這個人是蠻接受這種 繽紛的色彩 其實假如去看我的 鋼彈收藏 的話 創鬥者啊 或是我都會收一些 比較 特殊色的鋼彈這樣子 嗯 那基本上他的可動 就是跟我們那個 新生自由都是一樣 所以是 沒什麼好講 嗯 其實好險他這盒 不是用RG的欸 因為 用RG的話 我 不知道組到什麼 但是當然相對性他的 體態的話一定會比我們HG的會 更讚一點啦 可是我覺得HG的這個 新生自由也是不錯啦 嗯 然後這邊 背部的部分 那基本上呢 假如你要展示那個 就是 全 全彈發射的話 基本上他還是要有那個支架啦 那 我這邊是有 用獵魔支架這樣 所以我應該會再拍一些照片吧 對 好啦 今天這個 簡短開箱就這樣 因為 說真的 因為他的那個 可動部分都是跟以前一樣 所以沒什麼好講的 但是我 就是一些小缺點 我之後再去補牆就好 對啊 然後貼子的話 我是盡量貼了 哎呀 弓箭掉 對啊 其實他這個 等一下 連光劍都是這種顏色 其實真的我是覺得很好看 不過還是看每個人的觀點吧 因為 每個人喜歡的配色都不一樣 像這次的正陽之友 大家覺得醜 可是我就覺得好看 哼 所以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射掉這種東西本來就很主觀的 就是看每個人接受程度怎樣 好不好 好啦 我是維尼這個簡短分享就是這樣 對 那 我應該 會 再補上幾張照片吧 類似的啦 哼哼 好啦 那下一次的開箱應該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 終於要來開我一些MR魂的東西嗎 不知道 哼哼 好 那就這樣吧 那我是維尼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BYE BOY